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的職人吹水 大家都看到了,拿一個氣炸鍋出來和大家吹吹水 我自己很感恩,在網上跟一個正能量分享 認識到很多正能量的朋友 這些正能量的朋友,大家在我的YouTube、Facebook社群 很多時候都會和我聊天,亦有很大的回響 我自己很感恩,為何今天和大家吹氣炸鍋呢? 我上次都說過,早在一年多之前 已經有很多無數供應商提供氣炸鍋 但我都是沒有做的 很多朋友、師兄弟都笑,為什麼不煎氣炸鍋呢? 我可以和大家說,如果做氣炸鍋的食物或烹調 我就很簡單和很開心 我之前都做過有兩三條有關食材的基本處理 一個雞翼、土匪雞腿、燒鰻魚、燒三文魚頭 都很適宜用氣炸鍋去做 現在為什麼說有氣炸鍋呢? 我們在烹調裡面,煎、炒、煮、炸、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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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蒸 各方面不同的加熱處理都有不同的技巧在裡面 現在已經變成這類型的氣炸鍋 一個方便,第二是比較少油和健康一點 我都很明白,日常在家裡開油鍋炸的東西 事實上,很大油煙和浪油 所以應人而生的就是之前的光波爐、氣炸鍋 這類型的氣炸鍋是一個5.5公升大的氣炸鍋 這類型的氣炸鍋是年多前出品的 跟大家說一下基本的處理 日常在職業廚師當中 我們都會用焗爐、蒸爐 甚至乎我們現在常用的叫做蒸焗爐 現在很多都入了家庭式的蒸焗爐、水波爐 在我們職業廚師當中 其實二十多年前我們都在用的 一個爐當中又蒸又焗 我們用的比較專業 我們在外面的新爐回來 我們要第一步如何處理呢?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新的氣炸鍋 我們日常回來如何處理 我們把內膽移出來 要稍作清潔 清潔完之後 我們又放三份的水 我們放進去 它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穿了它 然後開爐 上高也有些很簡易的烹調的溫度 我們按個按鍋 然後按到爐 到爐最高溫度 大家看看哪個爐最高溫度 那豬條的爐最高溫度 薯條是200度應該最高溫度 我們按開始 讓它在裡面加熱、加溫 令水熱,油蒸進行一個簡單的高溫消毒 加溫的同時,我們要了解水有何時熱 爐後面也有散熱位,這個散熱位盡量不要貼近牆 用東西遮蓋 在氣炸鍋加熱消毒的同時,拿東西出來和大家吹一下水 這是什麼來的?看看栗子,什麼栗子才行 不知的,看看片段 小老婆,給我一磅貴,一磅貴 是呀,健康,不要焗雜量 大家都看到,這隻叫貴林鱼,什麼叫貴林鱼 我上年拍過一條影片,說栗子剝皮 大家可以上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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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秋這些天時,很多時出現街邊炒栗子,很香 但吃不吃到這些貴林鱼呢? 吃到也不多,為什麼呢? 因為貴林鱼吃起來甜粉,栗子味道相當濃 為什麼這些叫貴林鱼呢? 看回那條影片,我也有說過栗子弓和栗子的分別 這些全部都是圓的 找不找到栗子弓呢? 這顆 圓的叫做栗子弓,這些叫做栗子弓 扁鐵鐵,一定是這些貴林鱼好吃的 第一步,可以清洗乾淨 為什麼教授大家買這些貴林鱼吃呢? 因為外面買一些現成的栗子,很難買到 現在有這麼方便的氣炸鍋,用來灰栗子吃一下就最棒了 現在加熱到最後兩分鐘,期間就看看鍋子有沒有什麼異樣,有沒有什麼滲水 這些鍋子隨時都可以拔出來的 現在的水都熱得七八八了 但是還沒滾,決定再加二十分鐘 加熱超過三十多分鐘,差不多四十分鐘 現在拿出來看看模樣 也是讓它產生水蒸氣,讓鍋子消毒 現在可以測試鍋子的基本加熱溫度 正式那時候它就會熟 現在把鍋子上鍋子倒進去 現在現在把鍋子倒進去 然後把鍋子倒進去 現在把鍋子倒進去 現在正式開始烹調了 首先我們要把鍋子預熱 調到二百度,把鍋子預熱在十分鐘 把鍋子預熱再放下 多了 過爐預熱之際,又吹了桂林蠟子 桂林蠟子出了名,相當的粉和甜的蠟子味道 我們共同拿的食法有什麼分別呢? 用來煨,用來炒,用來焗,一定是用蠟子好吃的 桂有什麼好吃呢?蠟子炆雞 因為桂是比較硬的,用來炆也相當好 用來煲湯也是用蠟子,不要用桂林蠟子來煲湯 煲完就沒有了 預熱到最後一分鐘,但我想解決也解決不了 這麼奇怪,這菜單不能選擇 我們就不要理它了 時間到了,就把它拿出來 這段時間,我們直接攪平蠟子 我們放回去,第一次用,我們要保守一點 我們用180度的溫度,我們先烤10分鐘 現在到什麼模樣呢?八分鐘了 現在到什麼模樣呢?八分鐘了 我們這段時間,又可以移出來看一看 就順便移動它 大家都看到,都開始有點爆皮了 我們放回去 我決定加多8分鐘 全程十八分鐘了,響雞的,我們就出來看模樣吧 好熱的,大家就戴上手套吧 我們怎樣看的遺跡可不可以呢? 飆了糖,聞到有個香味 我們就撕一撕吧 嘩,真棒啊 我剛剛就試了一粒,相當的粉蘿 做完這個綠椒就有點心得了 我建議用200度的溫度 烤20分鐘,還會比較香口 好,我們每次用完這個爐子 大家都看到,底下有些污漬有什麼 我們怎樣處理呢? 都是用回我們開頭的方法 倒熱水下去,然後放回去 然後我們再把爐子 都是20分鐘,最高溫 我們要把鋪魚乾淨 目的都是讓它有一個基本的清潔 和讓它在裡面,譬如你焗完雞 或是焗完其他東西,有些油份 就可以清潔 然後拿出來,倒水 用一個基本清潔,洗乾淨去乾淨水 今天這個,氣炸鍋的開爐篇 雖然又長氣又沉氣 但是我還是堅持用一個幾綠色的烹調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用這個氣炸鍋 用得清心、安全、健康、衛生 下一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拜拜